立法院交通委員會 第108年考察馬祖交通暨觀光建設座談會 學生代表立法院 謝謝我們林大陸部長 在百忙之中 親自裴董本席 蒞臨馬祖 來尋出馬祖交通的建設 那麼 就來考察 不是來玩的 來解決馬祖地區有關交通的設計和問題 因為馬祖長年以來 不是交通 大概是遺老的問題 那麼當然也有一些土地的問題等等 那麼我想交通對我們鄉親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交通跟觀光一定是結合在一起 尤其最近淡季旅遊 那麼我們很多的鄉親出不去 出不去有的也進不來 這是非常麻煩的一件事情 不過我想德國部長年的 對學生過去在立法院以後 我常常跟縣長講 學生在中央沒有要不到的錢 只有縣長做不完的事 縣長做不完的事 也就是縣府團隊也有做不完的事 我想各位有目共睹 馬祖在進步中 馬祖越來越美 馬祖很棒 馬祖真的在各位以共同努力之下 所以說很多事情已經是後來沮喪 我們今天非常感謝 專門部林部長以及各位交通部的長官 還有國防部的長官 海軍部的長官 還有相關單位的長官 到馬祖來協助 我想今天我們這樣的一個考察 這樣的會議 縣政府所提出的一些議案等等 我們也希望能夠完美的結果 我想部長跟我也是多年的老友 也是之前就是我們立法院的同仁 今天他曾經歷練過台中市市長 然後現在是交通部部長 他的精致力非常的完整 我想以他的智慧 在今天會議裡面一定挑戰的 幫我們馬祖的交通 解決妥事的方案 陳會員對我們交通部 可以說業務非常的熟悉 除了監督更是全力的支持 我們都要抱著感恩的心 他為民喉舌 那地方的需求 我們交通部要當做自己的事 確實交通跟觀光是馬祖 在結束了戰地的管制之後 我想最重要要做的事情 那我們也很幸運交通部的同仁 我們有這個機會來成就這些美好的事情 所以不是說以這個地方的人數多少 或距離的遠近 我們交通部在這裡做的一點 可能就會被放大 覺得很大的這個建設 坐在台灣本島 他也覺得你應該的 所以陳翠崇留下更多的讓人可以感受得到的政績 大家我想是我們很多公務員跟交通部的同仁 其實也是抱著這個心情 所以我想今天的很多的議題 其實也這幾次都陸陸續續在協商中 我也希望說各同仁能夠 就是能夠去跨越一些傳統的思維跟做法 來協助我們地方來推動更多的建設 解決人民的問題 真的要非常的感謝 就是交通部一直給地方建設的支持跟協助 我們馬圖這幾年快速的進步 然後快速的各項建設 最重要的支柱就是來自我們交通部 而且真正的為地方留下非常深刻 讓民眾非常有感的虛虛多多的動搭建設 正在積極的推動中 比如說我們空多的交通 北康機場的改善計畫正在積極的推動 綜合規劃環境影響民故 明年就會完成 海上交通 包含我們新的台馬龍 我們正在積極規劃 可被包包之中 包含關系馬祖百年大吉的馬祖大橋 連結南北竿的綜合分化 已經正在推動之中 我們的電信建設 智慧城市建設 也謝謝中華電信來協助我們 另外中華郵政 不僅僅服務我們這個郵政業務 還大力的推動我們馬祖高蘭酒 讓我們馬祖高蘭酒可以 讓更多的消費者喜歡 那馬祖的觀光畫質更是 馬祖這幾年最重要的亮點 在觀光局的協助之下 我們的旅客是逐年的成長 讓所有的遊客來到馬祖 對於馬祖的美景美酒美食 馬祖的生態特色 都留下美好的印象 我想這是馬祖這幾年 為什麼會被評為全國最幸福的城市 馬祖的總體競爭力可以明夜前往 我想真的要感謝部長 以及交通部各位長官給我們的支持 那即使在這樣子之下 我們現場全力推動 今天我們能量有幾個議案提出來 希望部長各位長官 繼續給我們支持 能夠讓馬祖持續的前進 持續的進步 讓馬祖過去雖然是佔低前線 變得離島 未來我們希望說是 我們台灣公安發展的一個新的亮點 我們會全力以赴 也請部長繼續給我們支持 今天謝謝長官的力 謝謝 謝謝大家 我們提案盡量簡單惡藥 回應的單位盡量減短 好不好 我們現在的節目開始 謝謝 交通法基本上是離島的交通 那也是我們國人的交通 那這個部分我們特別請 這個交通部能夠給予協助 那第二點 第三點也是關於我們前章計畫裡面的 改善停車問題的計畫 我們總共提出 11案總經費在13億4千6百萬 那這部分 我們地方負擔資產跟非資產經費 計3億5千6百6十一萬 我們也希望 比到台中鐵路高價化的建設全額 這個有交通部來協助 購船計畫補助原則 有這樣行政隔定了這個 那我們序民旅遊 那基本上來檢討 那我想我們也非常高高 也努力打 就是讓這個要上位的那個 他那個規定 他是也搜尋我們交通部的話 對… 就好辦 但是行政程序上還是要抱怨的 這一點就傳這樣處理 那這個停車場確實是有這個需要 那離島基金應該是優先用在這種項目 不用在這項目 我就不知道要用在什麼項目 所以不管自長非自長 如果國安會它的方向是這樣 那麼有這樣的解釋 我們就可以另外處理 不然的話這個確實對公路總局 全國一致啊 這個大家搶著要這裡錢 這一次稍微再拖就可能就沒有了 這個是潛在計畫裡面的預算 現在我們沒有啦 所以就算是真的要出一點 我想新黨也是一樣的 就是說不排除我們也負擔一點 但是我們全力來降低你們的負擔 只要不違背國發會的解釋的方向來處理 我們要做三點口頭的一個補充報告 那第一點我想跟華西線操縱報告的就是 我們今年大概第五航空 揮航這個台馬航線 當日最高航班來到17班 往航34 往航34 那我們現在在這個 環局助劇團的協助之下 馬祖應該是講只有1年世紀 沒有當時 那標題不出 也就是我們在民國93年 開航的高速航線 到94年4月1號停航 那這個航線 我們過去也做過努力跟爭取 那目前我們希望 這個高速航線 能夠由第二家航空公司來飛 那第三點 第二家航空公司來飛 我想大家都能擔心客員的問題 我特別舉足三萬比較大的族群 第一個是我們的國軍官兵 這一次蔡蓉蓉來到馬祖 國軍官兵也想 這個我們的陸軍司令防疫 為什麼北台灣 中台灣都可以大集休假 為什麼南台灣卻不行 這是一點 第一大族群 第二大族群也就是台灣 南台灣的遊客 他們現在走的路線 不是從台中青雪港機場來到馬祖 他們是經由小艙通來到馬祖 這對南台灣的遊客 以及地板的光發展 非常的一個不利 第三塊比較大的族群 也就是我們的台商 因為數字於航空交通 所以說我們的台商 都沒有辦法經由馬祖 往南於兩岸時間 我特別提出三點 口測不足的說明 我們在這邊建議 教育部門員航空局 能夠進駐來協調 標價航空公司的進駐 同時報名就是航期 五階段的四航驗證 並行航空公司進行各面向 強盡的評估與 研議是非的作業 定定進駐的實程規劃 同時每三個月 定期照來會議 延商業館進駐 並希望在今年度 能夠成立一個航路考察官 來阿路考察 以上 部長對於這個案子 也非常重視 大概從上任以來 就要我們每三個月 檢討一次 所以我們要去大概在五月 七月跟十月二十五號 山路邀請華信航空來延上 那華信航空也表達成意 他們願意在今年底 其實就是一兩個月 就帶隊來這邊考察 甚至今天曹總經理都請自打 但是他們目前碰到的問題 就是機隊跟駕駛員的困難 這個是不是待會由 曹總經理跟各位報告一下 看他們目前的進度如何 第二個就是 也謝謝剛剛林局長特別提 因為觀光局的努力 我們今年秋冬的旅遊非常旺 今年大概十月增加了一萬多 那當然也無形中擠壓到 居民的買票的權益 所以這一點我們 為事情來要求立動環境來偵辦 事實上立動環境 可能增加了大概三百多萬 大概後續再來配合 我先請鄭總經理跟各位報告一下 鄉親其實非常幸福 有陳委員 劉憲長 張議長 一直都非常關注鄉親 那個往返本島的這個交通議題 也基於我們華信高的一個期待 那同時林部長跟局長呢 也非常的重視本安指示 那個董哥斯要積極的來演繹 那目前由於華信已經 可以飛航馬祖的這個機型ATR的這個機隊呢 到目前才一年多而已 那所以考量這個馬祖的機場 是一個非常特殊的這個儀將的機場 飛安的標準是比較高的 所以我們現階段最主要的任務是能夠 遭到數量充裕 然後有足夠的這個機種這個飛行師數的 這個機師人力 然後要施與完整的一個訓練之後 才可以有一個良好的這個飛安的基礎 來服務馬祖的鄉親們 那但是因為飛行員的招募 尤其ATR機種在國際市場上 是比較難找到人力的 所以目前我們距離我們的目標 要招募的機師的人數 還有一段的距離 因此我們也是在繼續的這個積極的努力 從不同的管道來找機師 那我想我們會持續的這個積極的進行 那在這個同時呢 為了能夠更精確的了解這個馬祖的 南北竿的機場以及整個馬祖的市場 如同剛剛主席所講的 我們預計在12月中期 會組一個航路的考察團 由我們董事長親自領軍到馬祖 來研議相關的這個飛行的設施 以及市場 來做後續的政體評估 上報告 您剛才提到我們我跟謝長跟議長 這個馬祖老百姓非常的幸福 您知道嗎 我們三個人非常的痛苦 非常痛苦 非常痛苦我跟你講 你看他還是世界品牌的第一名 我希望中華航空公司真的 旗下的滑進來要一手反上 不管你怎麼做 我拜託拜託 第二家航空公司的進度 我想我那天蔡總統來 我也跟蔡總統報告 我們院長來我們部長來 我不只一次拜託 我們關府投資的中華航空公司 一定要善盡 我們的配運地區的一個責任 因為立龍必定是私人的 私人旗的航空公司 我們真的無法對他有所約束 但是你不管面積有多小 人口有多少 真的要善盡這個責任 我想一個人的意志力很重要 所以華信 華信也好 中華航空公司也好 你不一定要相信我 堅定的力量 你們不要心存僥倖說我不飛 你們一定要飛的 你回去讓謝同志要報告一下好不好 就有這個需求啊 而且飛了會賺錢啊 為什麼一直沒辦法解決啊 這個在地的人或者觀光客 這個是有一個需求嘛 這個這些損年的數字會說嗎 那長龍他所處的立龍 每一班飛機啊的載客率啊 也高達8成5 對 有嗎 差不多 那我說如果這個樣子 這個成長我們要拚觀光啊 我一直在講說一定是要 我們是要攻擊導向 你不能等人那麼多的時候 你還想辦法解決 你要有一個計畫 要有一個成長 因為除非我們台灣人喔 某一天開始都不太出國 台灣人出國一次啊 一定想第二次出去啊 你去日本就是這個例子啊 誰去一次 一定去好很多次啊 有空就去啊 連假就去 好不容易我擴大柏林秋冬有啊 為什麼大家都留在國內 因為很多三天四天的連假 他也可以在國內也可以在國外 你給他補助他就留在國內 這個地方的需求喔 是真的是有感而發啦 找解決也要解決 玩解決要解決 被人家罵也要解決 被人家烏肉也要解決 那請大家喔 好好把這個事情來解決啦 那我其實我剛剛跟憲哥都哪來哪去啊 沒有 因為那個我們留 憲長早上跟我講說 五接 五接 五接塊 這個審查能不能快一點喔 洗洞或是什麼 你們十二月喔 來這邊什麼 航路考察團喔 這個就是 這個要做好準備再來 不要來了喔 就是人家說 很多觀光旅遊喔 就沒有去比如說 一個地方是這個 終身後悔 到了那個地方說是後悔終身 好好的準備 真的這一次要有備而來 那安全第一 這不容任何妥協 可是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說ATR 人家立龍飛得很好 那我們這個華航也在 所屬的華信也在天購 那飛機啊 我知道最近是供不應求啦 各地都在搶飛機啦 但是怎麼樣也能夠稍微調配一下 把它地位優先項目 然後真的 我希望能夠看到重大的突破 好不好 我先這樣講 因為我不能壓迫他 但是我的意思已經很清楚了 好 謝謝 您放大膽去做 你的背後 還有林家隆部長在支撐的 立法院還有陳某人在支撐的 我在那邊是藍綠多來的喔 所有立法院都會支持 馬祖也會支持你們 好不好